在這個最後的時間要跟各位分享 其實我應該是最輕鬆的 因為早上大家都聽過這麼多精彩的演講 剛剛處長帶給大家非常震撼性的一些資料 不過剩下一點點時間 要跟大家分享有關於所謂什麼是永續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講任何事情 無論是氣候變遷 無論是我們的生活 其實我們都在追求一個永續的生活 也就是說不只是我們自己的生存發展 還有未來的生存發展 因為我常聽別人說 不管我們做什麼都是為了孩子 不管我們做什麼農曆做什麼犧牲 我們都覺得值得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這麼農曆的結果 那我們可能沒有下一代 或者讓下一代他的生活非常辛苦的話 所謂永續的生活 其實跟我們現在所想的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所以今天我跟二南處長 我們為大家分享有關暖化世界的迷思與真相 也就是很多前輩或者很多老師們 可能有著這樣子共同的一個心聲 早上我就聽到很多老師說 他出去跟別人分享有關暖化的訊息 有的人會認真聽 有的人會說 有的人會說 搞什麼 你都說這麼嚴重 嚇死人 可是人家有錢的董事長一樣在淡水買豪宅 不會怕被水淹耶 汪教授一直告訴我們說要避開風險 一直告訴我們說要準備好 可是我們看很多比我們有辦法有能力的人 他好像不這樣想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到底是少數人還是多數人 那以後年輕朋友跟我說 老師啊 在你的課堂上呢 我們精神百倍 拯救地球 下課之後呢 一切煙消雲散 怎麼會變得這麼快呢 那還有早上我也聽到 聽到有位單哥講師 他說 去跟人家說要環保 大家都說對啦 對啦 要環保 如果跟人家說不要吃肉 他們就說 哦 哦 什麼不能吃肉 那大家都要環保 大家都要永續 可是食物背後有了什麼樣的迷思 那這跟暖化有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我們請別人換個神殿燈泡 他覺得哇好先進啊 請別人裝個太陽紅板 他覺得哇哇好有科技喔 可是你請別人改變飲食的時候 他就在這一點上要考慮很久了 其實我們週一無肉日推動以來呢 那麼很多人都覺得可以做到 那其實我們早上聽了汪教授的演講之後 我們就會知道 那如果只是減碳七分之一 這是完全不夠的 因為從哥馬哈根會議之後 我們其實已經錯失了 挽救人類跟地球的最後機會 可這個最後機會呢 我們還有延長賽 我們兩隻手都在懸崖邊 那一隻手呢 是各國提出的減碳目標跟計畫 那另外一隻手其實很重要的 那麼也就是說 我們在今年11月29號的墨西哥會議當中 能不能把哥本哈根會議當中 那麼失落的全球人的共識跟行動 真正展現出來 所以其實呢 地球母親現在他的喘息 是看我們能不能夠有真正的行動 來讓過去失去的能夠真正挽回 那麼基本上呢 最近有一本書叫《吳冰的世界》 那麼這本書呢 那麼波拉克博士他說 其實呢 就好像過去的美國原住民諺諺語所說的 我們並不是從祖先手裡繼承這個地球 我們其實是從孩子手裡把它接來 而我們都以為我們就是主人 我們都以為我們可以為所欲為 那麼所以呢 我們常常認為說 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可以做這個做那個 卻忘記了 我們今天能夠還在地球上 其實從孩子手裡接來 那麼劉宗明博士呢 也說到說 那麼諾貝爾得獎朱利文博士 他在講暖化有關議題的時候 他居然要先花15分鐘來辨詞 有關暖化的事實 那麼以及人類對暖化造成的影響 那麼劉博士覺得這個非常可惜 那麼如果大家不再懷疑 只有一心合力行動 那麼可以解除掉很多危機 也可以把這些浪費的時間都節省下來 共同挽救危機 不過呢 劉博士也說 這就是人生啦 那麼 不過劉博士勉勵大家 我們的努力一定會改變未來的 不管多小的改變 它都是必要的 所以有關全球氣候變遷 它是一個科學和環境的問題 那大家會講很多知識 很多證據 可是如何去因應 它是一個倫理的問題 因為今天如果有些人說 這是我的決定 這是我的生活 這是我們國家的經濟命脈等等 可是如果因為別人的決定 而讓我們遭遇到重大的危機 如果因為別人的決定 讓我們失去了未來 那麼這些決定 就不再所謂個人的決定了 那特別我們看到最近很多國際會議當中 很多小老國家 它在大家面前痛哭失聲 因為這種遇知死亡的世界 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感受 這種竭盡一切努力 而挽救不回自己家園 是一個非常心碎的感受 而且這些小島國家 它本身的攤牌是很有限的 所以這決定是一個倫理的問題 而不是一個科學技術的問題而已 所以今天呢 我們先從當開關遇上末日 來看到這個暖化世界的迷思 當大家都說 讓我們有一個開始吧 讓我們能夠節能減碳 讓我們能夠照顧環境 讓我們能夠一週一天無肉等等 那我們只是做一個開端 可是其實呢 從今天早上幫助何教授告訴我們的 雖然不能告訴我們確切的時間點 可是臨界點是很清楚的 暖化世界的臨界點 第一個北極海邊融化的時間 那麼過去NASA的科學家告訴我們 很可能是2012到2013 那麼現在告訴我們 雖然可能是2020到2037 可是當中很大的差距是 北冰陽它覆蓋的面積 以及它冰層的厚度 看起來2009年 冰層覆蓋面積是有大一點點 可是其實厚度呢 5公尺厚的冰 從分布67%降為7%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辦法過度樂觀地說 哎呀反正還有好幾十年的時間 其實第一個連接點 北冰陽融冰以前的時間 就是我們能夠搶救地球的時間 所以絕對不是坐著等那一天說 哦真的熔掉了呢 如果我們坐著等那一天說 哦這樣哪是無影呢 好像兩天前一個頭髮少少的人說的話 好像是真的呢 我可不希望等到那個時候 人家來跟我說 哦鄭老師 那當初你說的是真的啊 我多麼希望那一天不要來到 因為北冰陽融冰是第一個連接點 北冰陽融冰之後十年左右 第二個連接點 格林蘭就可能保不住 格林蘭保不住的話 全世界海平面上升6.7公尺以後 我們是幾十億人受影響 莫拉克風災 我們一萬人需要等待救援的時候 我們全國如此的心碎 我們其實手忙腳亂 所以如果好幾億人的話 那哪得了啊 哦 所以我們現在說這是一個好的開端 我們去努力吧 可是我們真的還有時間搶救 這個時間真的不多 所以這個迷思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去延緩臨界點來的時間 盡全力在這一段時間 而不是坐著去等明界點的驗證 說哦 這是真的 那可是哥本哈根峰會呢 他在會前大家充滿了期待 因為很多國家都紛紛表態 他會盡最大的努力 那麼中國也說他減碳 那麼美國也說會盡力 那印度本來不去的 最後也說他會與會了 結果呢 大家高度的期待 最後卻是出現高度的失落 那為什麼呢 我們大家都可以體會到 有關全球氣候變界的衝擊 那麼以及他正在發生的這一切 那麼可是呢 卻很多人還說還要觀望 還要確定 這是一種科學跟倫理之間的辯證 那我們如何跨越這樣的迷障 來正式暖化世界的真相 那其中一個剛剛二南處長明報告訴我們 有關於肉類食物的真相 那不過這裡我要繼續做一點補充的是 這個真相其實很明顯 可是為什麼很多人卻不願意第一眼去正視它 把燈號換完了 存錢去買這個油電混合車 那所有事情都做完了 然後最後才要去看看 好吧 把大塊肉換成小塊肉 那還有人會告訴我說 我很努力喔 我都很少吃肉喔 只是每天吃點魚啊 我有點努力喔 那那個蛋我看就少吃一點好了 一天只吃一顆喔 哇天啊 原來這個多跟少之間差這麼多 一顆蛋的膽固醇 是幾十罐花生油之多 可是我們看著那一顆蛋 我們卻不覺得它怎麼樣 我們甚至忘記了這一顆蛋是從哪裡來的 這一顆蛋不是凭空掉出來的 要有蛋 要有母機 要有產蛋機 可在產蛋工廠當中 小公雞呢 哇 怎麼本來是男生應該好像會受到關注的 結果被丟到旁邊去了 那那些小公雞去哪裡了呢 我們好像只是花錢買點東西 我們覺得自己又沒有任何罪惡感 可是我們忘記了整個食物 它是有一個生產的系統 而這個系統它顛覆我們過去的想像 我們如果看到這個系統 我們會發現說 我們人類的文明跟生活方式追求永續的發展 我們其實不希望是這樣一個殘虐的系統 不希望是一個傷害環境的系統 可是我們現在卻被鎖進這個系統 如果我們用原來的生活方式跟飲食方式的話 我們被鎖進這個系統 我們是整個這個肉類生產系統 它背後的支持者 除非我們顛覆這個系統 用剛剛汪教授告訴我們的 我們的消費行為可以改變這一切 我們多用一個階段 在這間系統 來這個系統 可以改變 我們在クエキ 起碼 我們有投資的